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结了传奇系列里 从初代幻想传奇 到最新作无尽传奇 15款作品的热门角色 以两人一组的形式战斗 C款可以让玩家 操作自己喜爱的角色 和同伴并肩作战 打倒众多敌人的 内无双动作游戏 喜爱传奇系列的玩家 肯定要试试看 本作忠实的呈现了传奇系列作中 各个角色的助记 无论是斯坦尔的凤凰天狗 耍龙联牙斩 主流的魔人暗 风龙斬光剑 都十分帅气 重温他们在原作中活跃的英姿 密奥医的释放也是破例十足 除了每个角色的特写画面 特效更是华丽 威力强大 可惜敌方角色的外观 攻击方式变化较少 玩久后会觉得单调 本作的剧情是以聊天方式呈现 可以享受到系列作热门角色的原创剧情语音 因此喜爱传奇系列的玩家 肯定会大呼过瘾 战斗时会搭配该作品的音乐 让人觉得很有熟悉感 会想起当初游玩时的愉快回忆 音效方面就较为差强人意 打击的音效颇虚 吃拼的叫喊针也是千篇一律 容易使人厌倦 只要玩过传奇系列的玩家 对于本作的操作一定能马上上手 战斗时的手感与系列作没有太大的差别 将玩家熟悉的数据融入在爽快的动作游戏中 可以充快的攻击接踵而来的敌人 实现已一挡百的场面 视角是本作比较大的缺点 由于视角固定在人物的正后方 而人物离画面又比较近 会看不太到有些角色施放数据的情形 尤其施展秘奥义会把镜头拉近 这状况会更严重 导致玩家无法看到敌人 而使得攻击落空 操作角色可以搭档连手施展秘奥义 但虽说是联手 也只是一人施展完换另外一个人而已 并无特别的联合攻击画面 游戏中准备了每对搭档分别担任主角的30篇剧情模式 严肃剧情与欢乐剧情各15篇 可以体会两种不同风格的故事 从中充分了解各款系列作的魅力所在 但由于是将15款系列作集结在本作中 因此剧情方面就不是很严谨 部分双方英雄战斗的理由过于牵强 像是为了抢剩余的车票而打了起来 关卡中的士兵却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 让人感觉是为战而战 除了剧情模式之外 本作也准备了相当多的模式 例如可以任意选择操作角色以及搭档的自由模式 实现在系列作中不可能出现的组合 锦标赛模式是以优胜为目标 打倒由系统随机挑选的对手 获胜的话就可以获得赏金 若是以困难难度过关的话 还能解开消心传奇的头目角色杜克呢 继分模式则是任意选择一个关卡 比赛在固定时间之内尽可能的打倒敌人 成绩可以登陆在网路上与玩家排名 极限模式要以特定角色挑战任务目标 像是用陆克在一分内达成1500次连击 成功的话可以获得金钱报酬 虽然有多样的模式可供游玩 但游戏核心还是一样的 若是没有玩过传奇系列的玩家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动力反复的游玩 由于传奇系列的游玩方式 本身就有很大的动作要素 因此制作成动作游戏 操作多位英雄发挥武艺 导荡无数敌人 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但本作由于是第一款作品 所以在一些地方未尽完善 将来若有续作的话 相信制作团队能改善缺点 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